有女柔情错,罪侠也情多,汉海无银夜,悠悠共漂泊 人们为什么总是对已得到的情感不知加以珍惜,却在失去后再追悔呢? 这种痛苦,也许只有楚留香才能了解,因为楚留香也有着同样的痛苦 只不过她比胡铁花更能克制自己,但是克制得越厉害,那痛苦是否也就越深呢? 胡铁花在暗中叹了一口气,告诉自己 我累了,而且有点醉了,我应该赶快睡才是 痛苦的是,越想赶快睡着的人,往往就越睡不着 张三也醒了,而且已经开始打憨 胡铁花悄悄地爬起来,摸着了酒瓶,本想将张三弄醒,陪她喝几杯 也就在这个时候,她忽然听到了外面,有脚步声 那脚步声很轻,轻得仿佛就像是鬼,如此深夜,还有谁在走动? 难道也是个和胡铁花同样寂寞,同样睡不着觉的人,却不知是不是也和 胡铁花同样的想喝酒呢? 喝酒正和赌钱一样,人越多越好啊,有时候甚至连陌生人也没有关系 酒一喝下去,这个陌生人就变成了朋友了 嗯,不管她是谁,先找她来陪我喝两杯 胡铁花的心里正在打着主意 忽然又想到了,在海阔天的船上发生的那些事情 想起了张三方才说的那些话 怎么,难道这条船上真藏得对我们不怀好意的人? 想到这里,胡铁花立刻开了门,一闪身,像鱼一样的滑出去 走道里没有人影,脚步声也听不到了 对面一排四间舱房,果然有人住,门放下还有灯光露出来 胡铁花真恨不得撞开门去瞧瞧 躲在里面的人,究竟是谁? 但是里面住的若真是圆随云的机械 那笑话可就真闹大了 胡铁花伸出的手又缩回来了 他觉得,那脚步声仿佛是向甲板上走过去的 他就跟过去了 风暴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 现在好像已经完全过去了 满天星光灿烂,海上风平浪静 点点星火,尽都映入了碧海 船闲旁,迟迟地站着一个人,似乎正在数着 海里的星星影子 轻轻的风吹得他,发丝乱如相思 是谁? 如此星辰,如此夜 他又是为谁风露,立中霄呢? 胡铁花悄悄地走过去,走到了他的身后 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听到了这声咳嗽 他才猝然转身 心灵芝 心灵芝 满天的星光映上了他的脸 也闪亮了他眼中那晶莹的泪 他才哭 这豪气如云甚至比男人还豪爽的金国英雄 居然会一个人站在深夜的星光之下 一个人偷偷地流泪 胡铁花愣住了 金灵芝已经转过了身 立声说 你这个人 怎么总是鬼鬼祟祟的 三更半夜不睡觉 到处乱跑干什么 他的声音虽然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凶 却再也骗不过胡铁花了 胡铁花反而笑了 你三更半夜的不睡觉 又为的是什么呢 金灵芝咬着嘴唇大声的说 我的事你管不着 走开 胡铁花的脚就好像钉在甲板上了 动也没有动 金灵芝跺着咬说 还站在那干什么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悠悠地说 我也看你一眼睡不着啊 想找个人聊聊啊 我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胡铁花瞧了瞧 还在手里的酒杯说 那就算没什么好聊的 喝杯酒可以吗 金灵芝突然沉默下来了 过了很久 突然回头说 好 喝就喝 星光更亮 风露更重了 胡铁花却觉得温暖起来了 虽然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 一杯酒已经很快地喝下去了 胡铁花这才开了口 还有没有意思再喝 金灵芝目光摇住了远方 慢慢地说 你去找来我就喝 胡铁花找酒的本事 那可比猫找老鼠还要大呀 这次他找来了三瓶 第二瓶酒喝光的时候 金灵芝的眼部已经朦胧了 朦胧的正如海里的星影 星影在海中流动 金灵芝忽然说 今天的事 不准你对别人说 胡铁花眨了眨眼睛 什么事 说什么 金灵芝咬着嘴唇 我有个很好的家 我有很多的兄妹 生活一直过得很安逸 别人也都认为我很快乐 是吗 我要别人永远认为我很快乐 你明白吗 胡铁花慢慢地点了点头 明白明白 你方才只不过是干刑警 干刑警 你没流泪 没流泪 金灵芝扭过了头 你能明白就好 胡铁花常常地叹息了一声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别人都认为我快乐 可是 快乐是神闷 神闷 你也不快乐 胡铁花笑了笑 笑得有些凄凉 缓缓地说 摩尸之道 表面上看来很快乐的人 却往往很寂寞 心灵芝 促然回头 凝住着他 他的眼部更朦胧 更深邃 比海水更深 他仿佛第一次看到了 胡铁花这个人 胡铁花也像是第一次 他看清了他 他才发现 他是个女人 很美丽的女人 后舵 如果有人在转舵了 航行的方向突然改变了 船倾斜了 金灵芝的身子跟着倾斜了 他伸出了手想去扶船 却扶住了胡铁花的手 现在连星光也渐渐地朦胧了 朦胧的星光 朦胧的人影 没有别人 没有别的声音 只有轻轻的呼吸 温柔的呼吸 现在无论说什么 都是多余 不知道过了多久 金灵芝悠悠地说 我 我一直都认为你很讨厌我 胡铁花说 我 我一直都认为你很讨厌我 两个人目光相遇 都笑了 满天星光 似乎都已融入了这一笑 金灵芝慢慢地提起了酒瓶 慢慢地轻入了海水 有了情 何必再要酒 金灵芝眨着眼睛说 我把酒倒了 你心疼吗 胡铁花说 你以为我吃个酒鬼吗 我知道 一个人若是真的很快乐 那是谁也不愿意当酒鬼的 胡铁花凝住着他 忽然笑了笑说 老丑丑 他自以为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 但是有些事情 他也一定想不到的 金灵芝说 什么事 胡铁花的手握得更紧 柔声说 他一定想不到 你会 你会变得这么 温柔 金灵芝咬着嘴唇 奄然说 他一定总认为 我是个木老虎 其实 他忽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悠悠地说 一个人 要真的很快乐 谁也不愿意做木老虎的 突然 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 冷笑着说 母老虎配酒鬼 倒真是天生的一对啊 船前的门是朝外开的 门背后有个阴影 这个冷笑正是从门后的阴影中 发出来的 金灵芝 突然转身挥手 手里的空酒瓶 箭一般就打出去了 阴影之中也伸出了一只手 只轻轻地一抄 就把这只酒瓶给接住了 清光之下看起来 这只手很白 五指千千 柔弱无骨 但手的动作非常的快 非常的巧妙 胡铁花的身形也一展开 大鸟般就扑过去 酒瓶飞回 直打他的门面 胡铁花挥拳 啵 瓶粉碎 他身形已穿过 扑入了阴影 阴影之中 也闪出了一条阵影 胡铁花本可接住他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人似乎愣住了 人影再一闪 不见了 金灵芝赶过去 胡铁花还愣在那 眼睛直勾勾地向前瞪着 墓中充满了惊奇的神色 就好像突然见到了鬼 船烧后 当直掌舵的水手 他说他什么也没有瞧见 那个人影到哪里去了 莫非躲入了船舱 金灵芝转了一圈 再折回 胡铁花还是呆呆地愣在那 连动都没有动 金灵芝忍不住了 嗨 嗨 嗨 你看到那个人了 是不是 他是谁啊 谁 胡铁花摇了头 你一定认得 是不是 好像 胡铁花只说了两个字 立刻又改口了 我没有看清 金灵芝瞪着他 凉酒凉酒才淡淡地说 他说话的声音倒不难听 只可惜呀 这可不是女人应该说的话呀 我对话说 是吧 金灵芝冷冷地说 有些人真有本事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遇见老朋友 这种人 若还要说他自己寂寞 鬼才相信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他已经扭过了头 走下了船舱 胡铁花想去追 又停下了 皱着眉 喃喃地说 难道真是他 他怎么会在这里 天亮了 那四间舱房的门始终是关着的 既没有人走进去 也没有人走出来 更听不到说话的声音 胡铁花一直坐在梯口 盯着这四扇门 他整个人都仿佛变得有些吃了 有时候会微笑着 像是想到了什么很开心的事 有时候忽然又皱起了眉 喃喃自语 会不会是他呢 是吗 是他吗 他看到了吗 他看到什么了 第一个走出门的是张三 在水上生活的人 就好像是鱼 活动的时候多 休息的时候少 所以起得总比别人糟 他看到胡铁花一个人坐在楼梯上 也愣了愣 瞬即笑道 哎呦 我还以为又不知道到哪偷酒喝去了 想不到啊 您还是这么清醒 难得 难得 胡铁花说 哼 可是你依然坐在这儿发什么愣呢 胡铁花正一肚子没好气呢 几乎又要叫起来 大声的说 哎 你打起憨了 简直就像一条死猪 我不是笼子 我怎么受得了 张三上上下下的瞧了他一眼 这人呢 只是怕就是吃错了药了 有些女人听不到我打憨的声音 哼 还睡不着觉呢 哼 他手里提着脸盆 现在就用这个脸盆做盾牌 挡在面前 仿佛生怕胡铁花会忽然跳起来咬他一口 胡铁花横了他一眼 冷冷地说 哼 没有 挡错地方了 为什么不用脸盆盖着屁股 我对你那脸 那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哼 张三说 你呀 你倒应该找样东西来把脸盖住 哼 你这张脸比屁股还难看呢 哼 话没有说完 一流烟就逃了 跟着走出来的是楚留香 他看见胡铁花一人坐在那 也觉得很惊讶 皱着没打亮的几眼才说 嗯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胡铁花本来已经火大了 这句话更无疑是火上加油 脸拉得更长了 哼 你的脸好看 哼 你 哼 你跟他们是小白脸还不行吗 哼 胡刘翔反而笑 摇着头说 看起来 我刚好又做了你的出气筒了 哎呀 不知道谁得罪你了 还是张三吗 胡铁花冷笑着说 我才犯不着为那条疯狗生气呢 他反正是见人就咬 怎么 昨天晚上莫非出什么事了 胡铁花用力咬着嘴唇 发了好一会儿呆 忽然拉着楚留香跑上了甲板 跑到了船舱后 目光不停地四下搜索 像是生怕有人偷听 胡铁花 他说话 那一向是很少如此神秘的 楚留香忍不住说 怎么 怎么 昨天晚上你究竟瞧见了什么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 我呀 我什么也没瞧见 我只不过瞧见了个 鬼 他一脸失恨落魄的样子 道真像是撞见了鬼了 楚留香照着没说 什么鬼 什么鬼 大头鬼 女鬼 女大头鬼 楚留香忍不住要摸鼻子了 你呀 你好像每隔两天要撞见一次女鬼 哈哈 看来你的女鬼倒真不少啊 我 我这次创见的女鬼是谁 你呀 一辈子也猜不到 嗯 怎么 那个女鬼难道我也见过 你当然见过 而且还是很老的老朋友 哈哈哈哈 总不会是高亚男吧 嗯 你点不错 就是 高亚男 楚留香反而愣住了 什么 什么 他怎么会在这条船上 你会不会是看错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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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看错他 哎呦 别的人也许我还会看错 可是他 哎呦 就算是超成了灰 我也认得 他要真的在这条船上 古梅大师想必也在 嗯 我想了很久 也许的真有可能 因为他们的船也沉了 说不定也都被 袁翠云救上来了 而且 他们的墓地 也正和袁公子一样 嗯 那个老怪物脾气一向奇怪 所以才会整天关着门 不愿意见人呢 楚留香慢慢地点了点头 呦 袁翠云想必 也看出他的毛病了 所以 他没有为我们引荐 哦 他看到你 说了什么 嗯 嗯 什么也没有说 不不不 不对 不对 对对对 说了说了 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霍铁花的脸居然有点发了红了 他说 哎 他说 他说 嗯 木老虎配有鬼道 真是天生的一对 楚留香又愣 什么 木老虎 木老虎是谁啊 嗯 你看谁像木老虎啊 谁就是木老虎 难道是 金灵芝 胡提花叹了一口气 嗯 嗯 其实啊 他不是真的木老虎 他温柔的时候 哎 你永远也想象不到 楚留香盯着他 啊 昨天晚上 你难道跟他 做了什么事 嗯 嗯 什么事 没没没没没做的 就被高雅南给撞见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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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本事 倒真不小啊